大家好,歡迎來到GoldierTrader 今天有一個比較重量的消息就是 日本央行脫離YCC 然後日本央行終於創歷史紀錄的 脫離了第一個負利率的這麼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Blooper的一個大的Headline Japan ends the world's last negative rates regime in history 所以Shift之前我在之前的視頻就明確說過 我認為日本在今年的某些時候就會脫離YCC 就會開始加息 然後我也認為日本的經濟我是看多的 是看好的 我認為日本現在的通脹情況 薪資增速還有客觀的一些經濟條件 都是有辦法來幫助它來實現歷史上的轉型 第三個我不認為日本的這個套息的資金 撤出日本之後 會對日本的這個經濟有過多的這個弱化以及影響 那其實可以看到最近前陣子 這個Nikai指數來到4萬點歷史新高 然後現在這個日經指數可能有回復 回到一個回調 回到這個Nikai的話 回到大概是3萬8千 3萬8千多點 那我們其實現在看 看回來呢 這個也是在逐步的恢復當中 這個Nikai指數 那從這個地方來看呢 那我其實有足夠的理由去相信 包括很多人一直在問我說 你認為日本的經濟會如何 日本會不會持續走入 類似這個失去的20年 30年甚至是40年 那我認為這一次日本央行脫離負利率的話 我們就需要用一個全新的框架去看待日本的經濟 那麼日本的經濟呢 最終我認為還是非常的就是樂觀的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日經指數又回到39,754點 然後開始做一個積極的往上衝 那麼這個4萬點 我可能可以看到5萬點 我認為現在Nikai的指數呢 也是沒有泡沫 我認為這個日經的指數 現在是相當的一個健康的 我並不認為這個套息資金從日本市場撤出之後 對日經指數有任何的毀滅性的影響 相反我認為全球的金融機構 包括大佬都會認為日本央行有這個決心 通過這個脫離這個YCC 那麼來解除這個日本的負利率狀態 實際上是表現了日本經濟的穩定性以及一個決心 相反資本市場會給予它非常正面的一個看法 那現在最近有很多的這個日本的這個日本的金融市場 正在吸引很多的這些西方的這個大型金融機構 比如說像是這個BlackRock黑石還有其他的這種對沖基金 或者私募股權等等 來到日本的資產市場來進行配置 那我個人認為 大家也可以去逐漸的去觀察日本的一個市場 因為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交易機會 跟一些投資的機會都會集中在日本 好 那其實我覺得接下來我們要簡單的去看一下 這個我有我們之前的視頻其實有講過什麼是YCC 什麼是這個日本為什麼會走入一個經濟衰退 然後那個YCC的這個政策的工具的本質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來看呢 實際上日本央行已經做好的一些脫離負利率的動作 那麼首先呢這個Bank of Japan 開始這個將這個負0.1來開始提到這個0 你知道0.1的這個這個這個利率空間 那這個也是通過了這個投票來達成這樣的一個協定 那即便有一些聲音認為說可能這樣子通脏還沒有到2% 可能日本的經濟覺得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呢很顯然從投票結果你可以看到絕大部分人是支持 在這樣的時候去做一個加息的動作 那我認為是這個時刻是非常的好的 因為在這個美聯儲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降息 或者是今年甚至會不會降息的情況下 在這個通關環境有足夠的通脹 以及高利率的這個環境下 它做一個加息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它是不虧的 所以從這個而且再加上的這個日本的央行 其實帳上有大量的這些引誉 我之後會做一些視頻來詳細的去聊聊這些日本的Carrie Trey 還有日本的央行會如何去對待它的一些這個 央行的一些財政引誉 那當然有部分深度的內容 我將只會公佈在我的這個會員社區裡面 我們請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參與 那我們這個節目不會講太多的廢話 我們不會加太多的一些特效 我們就是純粹的去講邏輯去講乾貨 因為我們只能針對的都是專業的 或者是想成為專業的這個投資者 那我覺得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個是日本的這個債券市場 那麼日本的這個債券市場也會做出反應 因為日本開始是沒有要去無限購債了 當然我不認為日本無限購債這樣的事情 會馬上馬上的停止 就是我認為在這一段起碼在今年來說 日本央行仍然會去介入債券市場 起碼不會讓這個優生的過快 但它會讓它以一個比較溫和的形式 再去扶持這個債券市場的動性 來完成市場的轉型 那但是現在來說呢 這個日本央行的確已經停止了大規模的ETF購買 所以這也是一個緊縮的 逐步走向緊縮的這麼一個政策的一個表現 就是它不再去給ETF去提供無止限的這個脫底 那再者就是它開始停止YCC的這個貨幣政策 那就是不再去對這個 再去收益率做過多的控制 那這是否意味著日本的央行會走向緊縮 會走向快速的升息或者加息 我認為並非如此 我認為日本的央行 起碼從0.1加到1 還有一個非常長的時間段 我們起碼要量 可以看到1到2年 它才會逐漸的回復到1%的利率 那現在來看的話呢 它只是完成一個非常歷史性的一個動作 就是剛剛在Lunch Time的時候 剛剛做這個決議 那明天日本央行還會公布出更多的一些政策 來表現出央行的一些決心 以及它要如何維護這個市場的動性 那我明天也會抽出時間 再做一些視頻 給大家去做一些具體的一些分析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日本央行會採取一個溫和的 緩慢加息的這種方式 來讓日本的經濟體 能夠維持住現在這個 來之不易的這個通脹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日本央行以及日本的企業各界 需要達成的目標就是 在這個通脹 穩穩的過程中 轉變日本企業的這種文化形態 讓這個穩步的加薪還有薪資增速 和這個通脹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均衡 我們講的equilibrium 這種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不能只有通脹 但大家的薪資沒有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你的通脹是很脆弱的 會變成比較惡性的通脹 大家賺的錢會越來越少 但事實上現在日本 並不是說缺乏賺錢的機會 而是日本的企業 以及日本的這種 中產階層的分配機制 我覺得是出了問題的 那這個是日本的官方政府 必須要去面對的事情 也就是必須要讓企業 日本的企業到日本的財團 逐步的去更願意去給 這個改革這個招聘制 能夠去自由的去加班加薪 能夠提高日本的這個工作所得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下 我覺得日本的這個環境會越來越好 它的通脹呢 才會是一個持續的是均衡的 這麼一個狀態 那它才能夠來逐步的 來讓這個貨幣政策 從這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走向正常貨幣政策 所以它實際上 它只是從寬鬆的貨幣政策的 第一步而已 它本質上還是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所以從日元來看 我並不認為 在接下來的一年內 我們可以看到日元走強 或者是過強 我相信日本的決策層 也不會去讓這個日元 太過的弱勢 這個太過的這個 太過的強勢 因為當日元如果一下子 升值太快的話呢 對於日本的這個 尤其是出口 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短期內 我對日元呢 並沒有說這麼的 這麼的看多 相反 我覺得大家比較 比較要注意的是 債券端 還有包括日經指數上面 一些收益 那今天呢 我們就簡單的聊一下 日本的央行的決議 那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我們可以持續的觀察 因為畢竟日本央行是全球 少數的負利率為主的 這麼一個央行 那它就是進入負利率的 這麼一個經濟體 就是所謂的NIRP Negative Interest Rate Policy 在這樣的框架下呢 實際上能夠參考的例子 是不多的 那其實日本這一次走出來呢 我不認為就是衰退了二三十年 我也認為 不應該再用過去的這種方式 去看待未來的日本經濟 如果投資者 繼續去用過去的那種意識形態 去看待日本的話呢 那會錯失非常多的投資機會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期再見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內容 請點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